而且他所限制的範圍 不限於中芯國際 包括中國營運的代工廠 像是台積電在中國的南京廠 可能會也因此而受到衝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本來我們都知道說 他本來只是EUV不讓他取的 你如果沒有材料 你沒有設備 你怎麼生產出來咧 對 所以換句話說 拜登是要透過這種方式 讓你中國慢慢慢慢的 因為沒有晶片這件事情 導致你這個經濟 呈現一個崩潰狀態 那為什麼原本只用現EUV 因為他認為說 你看到DUV的方式的話 應該成熟製程的問題不大 後來不是因為這幾次 被人家發現說 中芯竟然可以靠DUV 就成功的生產出7奈米 這件事情 真的也把美國這邊給嚇到了 因此他們才會決定擴大這個封鎖 而且除此之外 現在也針對鎖地長江儲存 也都NetFlash這個部分 相關的生產設備 也要被限制禁止出口 搞到中國去了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這件事情一弄下去的話 會衝擊到 包括三星跟海力士 因為他們在中國 也都有這些工廠 換句話說 如果未來設備 都不能出口到中國去的話 那這兩家公司的一個產品 也沒有辦法順利生產出來 因為他們設廠就在中國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透過這種方式 一方面是打擊你中國 第二方面 其實也是在保護他們 美國自己美光啊 然後這些廠商 所以換句話說 美國其實祭出這一招 一方面是弱化你自己 中國的生產力 第二個是保護我美國 威騰跟美光 這一些在NetFlash的市場 目前這兩家的市場 是高達25% 也因為有機會透過這種方式 來制裁你中國 甚至另外一方面 也會影響到 韓國廠商在中國的產能 這兩家美國廠商的市債率 就有機會從目前的25% 逐步增加 所以這個情況 也就是拜登一心想要的 透過拖垮 讓你取不到製程的一個方式 來拖垮你在經濟方面 這個部分的成長 好 這是就傳出來說 現在中芯竟然可以透過DUV 去做出了7奈米 這個當然對美國來講 是很大的震撼 雖然你不能量上 你不能把它商業化 可是我只要做出來 我要封鎖你的軍事的晶片 我就封鎖不了了 所以它現在再往一步 你任何14奈米的相關的 已經不是只有DUV了 你周邊的設備 現在美國也要全面封鎖嗎 對 實際上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除了在軍事上面來說 給中國壓力之外 事實上在科技上面的壓力 其實我覺得對中國的壓力 反而更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顯然 最近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最近中國在查 所謂的過去所謂大基金的兩期 第一期1376億 第二期2500多億的 這個裡面目前已經有9個人被查 包括說前的這個執行長趙偉國 都已經被抓去 現在人還不知道在哪裡 已經有9個人被抓 那實際上為什麼要這樣子 第一個 因為他們花了兩千多億 三千多億之後發現到時候 習近平現在才發現到時候 糟糕 怎麼從美國一進我們 就真的無路可退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現在等於要找那些人 要來記起說 我當初花了那麼多錢 那就做不出來 所以這也就表示你什麼 過去中國投資那麼多年 投資了兩期的大基金 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辦法自主 所以顯然這會給拜登一個訊息就是 沒有錯我繼續制裁你的確會成功 美國的這個目標來說的話 他目前為止並沒有要求 艾斯摩爾禁止DUV賣到這個 還沒有 還沒有他現在是要求美國自己本身的業者 柯林 對柯林研發還有柯林公司 他說美國業者我們先不賣它14奈米以下產品 但是問題是這樣 美國的產品事實上可取代的國家也很少 美國現在要聯合什麼 聯合日本 我覺得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最近美國跟日本進行一個2加2 也就是說美國的外交跟美國的經濟 跟日本的他們互相的連接受 他們確定了幾個狀況 第一個 美日現在要共同發展2奈米 2奈米 而且2奈米是要量產2奈米 對 那為什麼他要抓日本 第一個 因為日本有非常多大量的這些關鍵的零組件 零組件這些原物料抓在手上的時候 我可以同時讓韓國跟讓台灣 乖乖聽他們的話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美國現在整個壓迫力道相當強 他還沒有進到DUV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假設 中國在這個裴洛西這個事情 他假設真的春春欲動的話 他反而就中了這個中國的 美國的技 我們外交 我們的國務議長 你那邊去你都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中國到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是無路可施 那我覺得事實上 我比較注意的是說 因為明天裴洛西來台灣 有一個中午的午宴嘛對不對 我覺得可能台灣的很多高科技業者 特別是晶片業者 我認為台積電 搞不好會有人陪同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其實這一次這個裴洛西 他其實也很在意推動所謂的晶片法案 他是蠻在意的 而且他在矽谷是非常非常熟 然後之前 他都投資NBDR了 之前有個報導 保證 2021年的時候 美國曾經有一度很流行什麼 大家都在追蹤裴洛西的事故 那2021年他當年的年化報酬率69% 比當年的這個巴菲特都還更強 69% 他買什麼就賺什麼 買Google賺什麼買什麼 人家說他太準了 他是真正的股神 他老公之前美國要審這個 所謂反這個壟斷法的時候 他老公還先去買了Google的這個期權 就那一筆就賺了500多萬美金 所以他人家就說他真的還蠻懂的 他其實對矽谷是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我覺得在明天的五宴上面 我們就觀察台灣到底有哪些企業家會出席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現在台灣的企業家 很多人都說要投資美國 他投資美國 中醫院院長來最好的時間點 我跟他要求補助 要求他對美國政府施壓 不是最好的一個狀況嗎 而且台積電現在最在乎的 就是美國的晶片法案 你的美國晶片法案 你的補助到底是給Intel 還是給我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明天其實他的這個 出了這個記者會當然很吸睛之外 明天的五宴裡面來說 台灣到底有哪些商界人士去 那或多少也可以代表他們自己 未來在美國的發展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好 正好 當然講的 國際現實非常的才能 就是我比兇的 我比狠的 比兇的比狠的 現在拜登 我讓培洛西拿了先祭以後 他這兩年做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動作 他居然千里之外取人性命 居然把蓋達組織 我已經放你好多年了 一次就把你解決掉了 沒有錯 這個是蓋達組織的第二號人物 雖然嘴巴上說是第二號人物 因為第一號人物是賓拉丹 而賓拉丹後來被斬首之後 現在杜瓦西里就變成是第一號人物 可是狀況是這樣的 他被斬首對不對 可是他是史上最離奇的斬首 過去很多斬首都是在路上開車 騎摩托車 外出 這次是在家裡的陽台 莫名其妙在家裡陽台被斬首 這個斬首難度大很多很多 狀況是這樣的 這個杜瓦西里本來到處逃竄對不對 居武定所 結果在今年4月的時候被發現 有進入在阿富汗 特布偶的一個小區裡面 這個小區其實是以前的外交小區 就是阿富汗以前還有美國來控制的時候 很多他跟國家都有建交吧 很多大使都住這個小區 所以是個富人區 可是他進入到這個小區裡面 他很小心喔 他進入小區裡面都沒有出門 所以他也覺得說 我在這邊應該沒有事 可是後來美國發現這件事情 他們做第一件事情 他要把這個小區 這個房子的等比例模型建出來 很困難 等比例 對 因為他是叫做 如果啦 我直接 其實照理來說 美國也可以做一件事 反正我照理在房子裡對不對 我把整個房子炸了 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可是美國想的事情是 我能不能做到一件事 我只殺你 不殺其他人 這件事情對於這些壞蛋喔 的威嚇性更大喔 因為這些壞蛋過去 有的是藏在民宅裡面 有的是藏在這個人群當中 如果我可以避開所有人民 然後只殺你的話 這些壞蛋心理壓力更大 並不是老闆要當好人 所以他們做這件事情 先進到一個等比例模型 他們說這個等比例模型 是好幾個情報來源 才見得出來的 因為第一個 他們當然可以拿到原始設計圖 原始設計圖拿出來後 裡面可能會改裝 它裡面的格局也不見得跟一樣 所以應該是有派人進去 去探過裡面的所有格局 等比例畫出來之後 擬定了這個刺殺方案 這個刺殺方案是根據 他每天的作息來 擬定刺殺方案 然後呈報給拜登 拜登聽說親自勾選 在陽台殺死他這個方案 等一下 我在哪裡殺你都可以 有好幾個方案給拜登選項 拜登選擇是在陽台上刺殺 所以其實在這個七月三十號 晚上九點四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他只有那個窗戶是壞掉的 他其他房子是好的 我就是穿進了那個窗戶 把你宰殺的 好 那這個方案確定之後 對於拜登來說 他要殺他只是什麼時候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拿到 只有左邊那個窗戶受損了 對 左邊那個窗戶受損了 然後我左邊窗戶中間 然後那個整個結構 沒有受到傷害 導播我們待會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比較清楚的 這邊右邊 他其實不是站在這個陽台 他是站在這個陽台 這個陽台 老美精準到什麼程度 你看只有窗框歪掉 連這個所謂的旁邊 這個水泥牆都沒有壞掉 所以他就在這個晚上 七月三十號晚上九點四十八分的時候 這個人一站在陽台這邊透口氣 然後就被無人機盯上 我已經盯上後就丟兩枚地獄飛彈 從這窗簧精準砸進去之後 打開這個忍者的刀片 忍者的地獄飛彈 把他攪成漏泥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離譜的 所以這件事情對於拜登來說 他在做一件事情是 你不是說我拜登軟弱嗎 你不是說我拜登面對中國沒有辦法嗎 可是我可以證明 我可以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去宰殺 任何一個泛國美國人 所以殺這個砸瓦西里 除了殺給所謂ISIS恐怖分子看 也殺給習近平看 殺給中國人看的 殺給金曉帆看 殺給普丁看 殺給伊朗那些人看 他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躲在哪裡 我都可以把你抓出來 不是而且你剛剛講 這個砸瓦西里 我已經盯了那麼久了 從五月我就知道 我隨時可以把你處決 而且他講喔 今天在拜登的Trader上面 他並沒有講砸瓦西里 他是講 任何人你只要傷害到美國人以外 不管你在多遠的地方處理的 你不管你怎麼樣躲藏的 美國人都會把你給找到 對 他講得很清楚 犯我美利堅者 雖遠必誅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他挑在這個時候公布 其實就是給中國一個 非常大的證賀力 你要動培若西是不是 你動培若西 小心我就斬首你嘛 我斬首不了習近平 我可以斬首你解放軍的首領 你解放軍軍頭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奠奠基量 你比較會躲 還是砸瓦西里比較會躲 所以這些事情 而且阿富汗現在是 他是塔利班在控制的 對 而且這裡面有個最大問題是說 他在這個所謂阿富汗的科布爾裡面 並不是美軍的地盤 已經撤軍了 現在是塔利班在控制的 我們看到這個小區 以前是外交小區 現在是由塔利班來經營的 但他等於是你要混進去 是很困難的 好 除此之外 在前幾年7月13號 其實美軍又獵殺了 一個ISIS的敘利亞的領袖 這兩個人 其實因為他在比較偏鄉 去對抗游離區 他們走路 他們的行動是比較大蠟 這兩個騎摩托車在路上 騎摩托車在路上 兩個人都要騎 一前以後 美軍各給你一個洞 就把你殺掉 這是前面摩托車 之後後面摩托車 一樣喔 就用這個人 就那兩個洞 對 兩個洞 一洞一條命 就把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塔利班 ISIS在這個地區的領導人 就把你宰掉 所以美國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殺手 對 所以他也是用所謂的 類似地獄火飛彈 加上那個忍者刀片 來幫你繳殺 所以這場這個美國的行動 其實真的對於中國 或是包含北韓的第三個國家 非常有威嚇力